這次來到了Y11% Mercedes-Benz 大家有沒有觸發了 對於汽車未來的很多想像呢 當然朋友們該想如何 統哥 其實這一次參觀了這個展之後 發覺我們不敢講 一百多年的內燃機歷史 但是汽車的眼鏡史 從60年代C111這樣推出之後 當初還在摸索內燃機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科技 才能夠延伸到現在 到現在已經電動車要取代內燃機 這種交替的那種感覺 衝擊非常的強烈 對 對不對 不管是這個行的部分 開的部分 或者說是我們現在的車 甚至於不用自己開了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特別 要更厲害 更強 更聰明 更懂得陪伴你 對不對 沒有錯 像MBOS對不對 你一個人開車的時候 Just Talk 你可以跟他聊天 他陪伴你 那我今天又看到一個我覺得 賓森他佈局很準確的東西 就是一個 Excel Crux 他的走向 池頭馬達 對 如果以後 這個馬達 他扭力很大 直接傳動 不用再減速池輪 以後不只是用在 這種超級跑車上面 如果一般的車子 體積又小 扭力又大 真的以後所有的電動車 一個輪胎給一個就好 其實我覺得賓士他為什麼會成為一個有魅力的品牌 就是你只要想買車 他都有對應你的產品 就不管是性能車 即使你現在對內燃機還是有相當狂熱的留戀 他一樣有八缸 他一樣有八缸 Twin Turbo那種雄魂的聲浪 那如果你想要有高端品牌 他有Minebar 他可以滿足你對奢華的那種定義 那當然我最期待的呢 還是Vision的111 他能夠早日量產 因為他會有一種夢幻的感覺 我也很期待夢幻的終極超跑 是不是就是在他現在呈現的那個樣貌 對 因為畢竟當時C111沒能量產 是好多人心中強烈的 你看我做了一個功課 當時有人要出50萬馬克 等於當時1969年的200萬美金 想要買這一台車呢 其實他當時就是據說他有做出16輛車 但是我在官網上查證這12輛 所以這12輛呢到底是流落在哪裡呢 我覺得也很值得考究 喔 Bub哥你今天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這個場地這個場域呢 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知識的寶庫 因為我相信我跟各位達人朋友一樣 我們其實從小就著迷於汽車產品 那這些迷人的產品的背後 是無數的工程師的努力的心血 那這些努力的心血呢 透過一個這樣子 場地上面的這些展示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這些 這些知識 抵禦 到底是怎麼樣最後落實在 我們所喜愛的這些產品上面 所以我覺得 各位朋友如果來到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像入寶山一樣 千萬不要空手而還 而且我們常常說呢 有時候要感謝過去的工程師 或者是這些設計者 他們真的 Bub哥你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地球黃金線賴好友啊 你知道地球黃金線賴好友嗎 真的嗎 蛤 黃金線有賴好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黃金線賴好友 有機會可以得到iPhone15嗎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趕快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賴好友 參加答題挑戰 就有機會獲得iPhone15 及汽車品牌周邊好禮 同時獲得獨家及最新的汽車資訊 趕快加入地球黃金線賴好友的行列吧 LINE 地球黃金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選舉 這真是樹立像 我們現在自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要選動你也看不到嗎 台下友們 地球黃金線賴邀您一起上線